自動時期的時間 OK 你看看,我先錄這個東西給你看 這個是包包啦 在我們這邊的 2019新款的包包 所有的东西 你要看哪里一个叻 这个吧 随便按这个 OK 这个价钱这样子 OK 人民币来的哦 按详情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图片你都可以全部拿下来 你把图片拿下来 尺寸拿下来 放到你的店里面去 放到你的Shopee店里面去 OK 颜色那些 放到去了 等顾客下单 顾客下单过后 你就把这个价钱 本钱价交给我们 打个比方 你在Shopee店 你自己卖价 你卖这个东西是卖60元 OK 多的就是你赚的咯 等你 顾客下单了过后 60元给了你啦 你才去叫我们那边发货 你叫我们那边发货的话 你就要付本钱价咯 就是刚才那个20 25块是数量的咯 100个咯 3个起批才27块咯 OK 你可以去里面 我们会教你方式 做贷发 可以拿一键贷发 OK 不同的价格 你一键贷发也可以拿 OK 到时候你就付那个本钱价 来到马来西亚所有的东西 包括一些油费啦 我们会直接帮你包了 寄到马来西亚 寄到客户手里 这个交易就叫做完成了 OK 我来跟你讲解一下 之前的人做网卖呢 他必须要自己炖货的 对不对 说他上架一个商品 他炖五件货就好了 如果上架了50个商品 是不是250件货 这250件货 如果他卖不出去 一定有资金压力 那你在我们这边呢 用我们的一键贷发来做的话 你不会有资金压力哦 因为你上架商品 50个 100个 200个商品 你都不需要掏钱出来的 你只需要把图片和图片 规格放到你的店去 感觉上你的店是满满的货源 OK 满满的货源 就是被集中和购买的机会 相对的提高了 OK 你开好了店 满满的货源 当你的客户按你的设定 卖价跟你购买的时候 你才要求我们 包括寄货到他的手中 所以我们会帮你 包括寄货 OK 你的客户在你的店的时候 我可以全付给你了 所以你才要求我们发货 我们帮你包耳机 包半导玩 从广东中转站 发到你客户手中 大概5到7天 就会空运到货了 空运发货给你客户 你必须在成本价 像上面的视频一样 成本价就是零币 比如说27块 它就大约在15块左右 OK 那个是成本价 再加上一个邮费 就可以了 这个邮费大约在 从广东中转站 发到你客户手中 大概11块到15块之间 马币11到15块之间 按公斤计算的 越中就越贵了 OK 上面的平台你看到的不是淘宝来的 我们不会要你在淘宝来货了 淘宝来货已经没有优势了 知道吗 大家都会了 我们直接绕过淘宝去跟他厂家来货 阿里巴巴知道吗 OK 阿里巴巴已经成就了很多淘宝商家 这是世界功能的 OK我们把他们这一套配合模式 就是一键带吧 直接复制过来 在马来西亚的Shoppy店 让你能够成功 所以你就会轻易的做起来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开的Shoppy店 换句话说 跟淘宝商家是没两样的 因为你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厂家 这样会明白吗 所以我说的上面的所有东西呢 都来自一个课程的 我们淘宝的导师过来教你们的 好 所以 你先看 我认识 给我知道 我再发课程部分给你参考 好不好